今天回到臺灣 帶您看到的是在新北三重 今天清晨也發生一起命案 有一名六旬的婦人 疑似遭到丈夫的家暴 那麼趁丈夫酒後入睡的時候 就手持這個水果刀 將他殺害 婦人行修 一個小時之後 報案自首 警方偵訊之後 將他依殺人罪嫌來移送法辦 對此當地里長強調 先前社會局有請他去關心 也請了鄰居幫忙注意 沒有想到還是發生憾事 新北三重一處民宅 三十號清晨 發生一起妻子殺害丈夫的命案 警方初步瞭解 犯案的六十多歲老婦人 疑似長期遭到丈夫家暴 二十九號晚間 又遭到喝醉酒的丈夫怒罵 疑似趁著丈夫酒後入睡 涉嫌持水果刀 將他殺害 前去失控 只是刀具殺害死者 婦人行修後一小時報案自首 警方偵訊後將他依殺人罪嫌 移送法辦 當地里長強調 先前社會局有請他前去關心 也請鄰居幫忙注意 沒想到還是發生憾事 按父女跟配偶有多次的家庭暴力通報的一個紀錄 社會局表示 因為婦人常常於新竹縣親友家 以及新北市住家 兩地居住 往返 所以由兩縣市政府 共同合作協助婦人 包括討論安全計畫等 婦人曾經獲得核發暫時保護令 最近才和他訪談 他當時還表示自己安全無余 沒想到發生憾事 將再進行了解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張國良 新北市報導